我常常比喻 輪過手術 像消骨手術、鎮額手術 它就像是打鼻肌、蓋房子 五官手術 比如說雙眼皮、黑眼頭、鼻陣型 那比較像是室內的裝潢 以這個順序來講 應該是要打鼻肌、蓋房子 鎮額、消骨後 然後再來評估 這個眼睛鼻子 那是一個比較正確的順序 假設說大鼻眼 顴骨比較外脖、下口外脖的人 他會讓五官型的比較集中一點點 他的鼻子好小、眼睛好小 但是其實他真的整半是 因為他的顴骨外脖跟消骨外脖的關係 就像畫框跟圖畫 你的圖畫擺得太中間了 你的畫框太大 有時候你的圖畫可能可以不用動 你再把畫框選小一點點 那個圖畫就會得到一個平衡 這是另外一個例子跟你講說 整個手術應該要比遺症性 手術先做的原因 就像房子的隸基、房子的結構 沒有大溫 就會影響到裝潢的評估 或是評估上的試診 整個手術後建議 大約至少等消腫八成到九成 所以整個手術或是消腹手術後 三個月後 再來開始評估你的五官 房間筆筆次的手術 ». 發言